而那乡三酸合作社为了推广产业并且倚注偏乡学校营养早餐经费 日前在互助国小办理美宴活动 县远林婷利表示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家知道三酸合作社有办理回馈公益的活动 希望借此让大家来支持偏乡学童的早餐 而第一阶段三酸合作社也捐出10万元 给互助国小的学童来吃早餐 今天是我们互助国小这边三酸合作社在这里办的美宴 其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三酸合作社有搭配一些公益的活动 然后每卖出一瓶的香川涌或者是野梅酿 我们就会捐100元到地方作为部落学童的营养早餐 那其实应该是这几个月推广下来 我们的盈余大概有10万元 所以我们就先捐给我们的互助国小 而除了这10万元的捐赠益助 许多来参加美宴的三星企业以及个人 也都慷慨借囊让爱心可以延续到亲爱国小 县议员林廷利表示 三酸合作社也希望出了在产业行销上的推广 更希望透过公益活动让所得能够回馈到偏向的学童 那另外其实我觉得非常多有爱心的那个企业组 知道了我们这个活动 他也非常的响应我们 也另外捐了一笔的10万元的那个奖助学金 我们就把它捐到我们的亲爱国小 那希望能够照顾我们的学童 给他们最营养的早餐 让他们能够学习上面 吸收上面是绝对的没问题 后续呢我们当然除了推广我们自己部落的产业之外 我们也希望以这样子的形式呢 能够回馈到部落照顾部落的学童 副一长派一圈肯定三酸合作社 办理美宴行销产业的用心 也可定定他们推出长期性的回馈公益活动 让偏向学童有早餐可以享用 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一起来响应 购买三酸合作社的产品 一起为公益尽一份力量 记者陈维一 软乃香采访报道